六百年前 相传藏地高僧 梦到一个极美仙境 为了让这个美景展示给众人 便将苏油染色 再重塑了他的梦境 每个时代 在用自己的媒介来讲故事 从口述 到具象于画面 精致的苏油花 甚至构成了连环故事 讲述了藏民族 古老的传说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江人们甚至没有言语的交流 只在苏油的芬芳中 以赤诚之心 和灵巧的手指 与苏油对话 对于艺术和信仰的信念 超过了冰水的刺骨 苏油花 也属于民间 在葬礼新年时 每家每户 也都会摆上苏油花板 大美的苏油花 诞生于林寒 为防止手温使苏油融化 在每次捏之前 都会将双手 浸泡在冰水中 将手臂 手掌 手指 乃至整个体温降下来 再降下来 一直降到与冰水同温 凌度 苏油花 虽美一世 万物无常 有的瞬间大于永恒 但 还是令我惋惜 虽然自然界的规律 是有生有灭 为何不能做些人为的尝试 让一些美好 成为永远呢 由此经过北京胡同里 捏泥人的师傅 我联想到了家乡 那精美的苏油花 如果也能这样美得更持久 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